请教官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头条开奖频道已经突破百万订阅 感谢全球网友的支持让我们更强大 许多的网友引谨期盼 而我们正式宣布 头条开奖频道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成为头条好学生 头条自由生 或是头条模范生 加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 我们现在看一下中国大陆 疫情确实有升温的迹象 很多地方甚至有封锁 那这样子的话 导致各种电子设备的出口中断 怎么办呢 会推高通膨 通膨压力更大 那么李克强也曾表示了 这个2022经济的成长目标 5.5% 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才能够达标 那偏偏在这个时候 如果疫情再来 有没有影响 真的有压力 那美国我刚刚一开始说了 美国的远准会预期要升息一码 这是市场上的预估啦 可是如此一来的话 是不是又会抵消了它的作用呢 本来是要压抑通膨嘛 所以现在再来看 这一点其实真的非常的重要 中国大陆现在跟俄罗斯 三月份 一个月内达成第三度的合作 正式启动新的货运路线 来吧我们中俄两国 我们一起拼吧 3月15号 俄乌战争让海运停滞了 那么俄国铁路公司旗下的一个集装箱公司 开辟新路线 有公路铁路 而由深圳 沈阳 苏州等地的铁路 可以直抵俄罗斯圣彼得堡 只需要18天 不需要说先在欧洲其他的国家卸货 然后一拖拖个50天 这样的话其实才能够让经济的发展 怎么讲 不要受到影响跟太大的冲击 否则介大使 乌克兰打仗 中国也担心 会不会一带一路重商 包括中良集团之前的投资 还有基础建设等等的投资 交通建设在基辅的地铁计划等等 我们特别也列出来 还有网路的这些基础建设的计划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耶 大使 对 当然现在在俄罗斯 在乌克兰的投资 大家都泡汤了 对 你看这个 尤其中国的企业在乌克兰投资 这些基础建设 我想大概短期三五年之间 我想是大概很难 连恢复都很难了 不要说把成本 把这个生意能保住 我觉得就是 好像加起来一共是1.5亿美金嘛 还好 还好 这个不是一个太重大的损失 那我想这种 这个 这个不只是大陆在乌克兰损失 1.5亿 各国在乌克兰相关的这种贸易 或投资项目 我想都血本无归 这是大家都要 都要受 都必须要承受的 对 那就是说大陆现在这个疫情看起来是 这一波是非常猛 而且大陆是以清零为主 所以就是说虽然这个感染人没有这么多 可是呢 被这些 被封的这些小区或者城市 那规模都很大 那现在看起来就 上海就蛮严重的 深圳 东莞 这几个城市 那么封城的区域都越来越大 小区一个一个扩大 那这个会影响到这个 作为世界工厂 中国大陆作为世界工厂 那很多产品的供应 可能会出现这个 会出现短缺的 又像之前那样 对 疫情冲击 停工 供应链中断 怎么办 如果再继续恶化的话 那就更严重 我是觉得现在就已经 可能就已经是蛮严重的 如果在 如果说这个疫情没有办法再短期 那一定影响到 一定影响到这个 中国大陆这个产品的这个生产 那 依赖中国大陆产品的这些市场 也会产生问题 那你知道美国是重度 依赖中国大陆市场 对 对 所以美国现在如果说 中国大陆的货品进不来的话 那势必增加通货膨胀 是 这种通货膨胀一定是 一定是难以避免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倒是 我觉得美国当初所未料到的 所以可能美国在这个乌克兰 俄乌战争中 石油原料价格上 受到了很严重的冲击 现在中国大陆如果这个疫情 短时间没有办法获得改善 它也得要有准备 因为事实上中国大陆的产品 并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取代的 对不是因为这个量 跟它的这个性价比 都不是那么容易 很快的取代 所以我觉得美国也得准备好 好好准备应付这个可能带来的 这个这些冲击 不过整个这一次中俄之间 刚刚讲这个有关中欧班列的 这个俄罗斯这个航线 这个路线 当然是一定越来越重要 而且我觉得过去就是说 中国大陆跟这个所谓的 这个独连体 尤其这个叫欧亚 欧亚这个经济组合 俄罗斯在中亚这一块的 欧亚经济组合 我想关系一定会加强的 这是必然的 由俄罗斯方面单方面的需求会增加 那中国大陆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从 不会从政治上 不会完全从政策上 角度来考量 即使就从这个商机的考量的话 很可能也是会 也是会一起来配合来发展 确实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俄乌的这个战争 那么会增强俄罗斯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这是必然的一个现象 的确 亮哥其实中国跟俄罗斯友好 但是对乌克兰也有很紧密的经贸合作的关系 所以两边都是朋友 对甚至更好 乌俄战争结果呢 这个根据有香港媒体报导说 引起了大陆的网民口水战 看你到底是要挺谁啊 居然还有挺饿或挺污的激变 还有这种对立的情况 对 我也看到了 支持乌克兰也是很激烈 没有错 中国的官方就比较中性 他很谨慎 他就只是说这个 希望能够促成双方和平解决 大概是这种立场 可是他对网路上的意见 我认为他并没有 那个倾向性越来越不明显 就一开始有啦 有一些比较亲政府 党跟团都会有一些意见 可是现在都不讲话了 现在都是个别网民在讲话 可是两种人都有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 他们甚至就已经说了 你频繁的将美元武器化 这可能会促使各国另起炉灶 建立不以美元为主导的 国际货币体系 亮哥这不就我们刚刚在讨论的事吗 因为美国最近确实很多行为 都已经超越了大家习以为常 认知的国际规范 比如说你把阿富汗的外汇没收 对 全世界有谁干过这种事啊 然后还把一半的钱 说要去补贴911的受害者 是 这什么逻辑啊 那个钱又不是你的 那第二个比如说他这次 对很多富豪在海外资产 只要是美元的 他就给你冻结啊 所以你去想一想这些富豪 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 他就会开始想嘛 我用美元是不是风险太大 对啊 所以要赶快现在 对除非台湾嘛 除非台湾永远跟美国好得要命 尖如磐石嘛 对不对 很多国家 跟美国不一定有这种现任关系 可是他们很有钱 比如说我说印度 你怎么知道美国 我不会针对某些人来做抵制 你永远知道 比如说莫迪啊 莫迪以前是 印度教的激进民族主义派啊 他被禁止进去美国 你知道吗 还以为美国对于看到印度的话 就不吭声 没有没有没有 他制裁过印度很多次 我是说现在对俄罗斯 现在目前在抵制 那你去想 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不稳定啊 什么都不确定 那什么都可以违反 这个私人财产的这个最高原则 连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 都已经不稳定了